卢州社区御佛 民众与佛对话心有所愿 发展于在地的 新北市青少年教育发展关怀协会 很希望社会有更多的爱与包容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里面 充满了很多的暴力 都忘了所谓的离异廉恥 所谓的感恩 因为我们都跟学校做很多的配合 那也希望把这一份感恩跟感动 也能够带给学校 然后带给学生 四个月前才成为新著名的陈锤玲 在婆婆鼓励下 努力学习中文 也体会台湾之美 越南不一样 越南了就叫行拜拜 来这里的经济堂 认识很多朋友 帮助别人 不一样 廖广玉还在丧父的难过情绪当中 不过为了孩子 他寻找心灵的力量 我也想给先生 希望他过得比我们还好 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放心 然后我会好好地把儿子照顾好 人人际遇各不相同 但透过庄严祥和的玉府法会 愿杂乱的心平静 也期盼自在生活得欢喜 大爱新闻知识本职工周一珍 邓吉串陈文荣台北报道 文荣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